有一件事情被我忘了很久 我要感谢长衣 让我听见我自己内心的声音 我决定了 不给长衣断尾 我要救他出去 你说什么 是顺德撒了谎 他隐瞒了真相 长衣他是无辜的 进来吧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来的 我就知道你一定有问题 都说我演技高超 看来比起你我倒是蜀色了许多 许三月已经被你支开了 今晚你我之间 的确需要好好聊一聊 坐吧 不必再磕头了 说说吧 你何时看出我跟长衣是在演戏 我说过 打架你们得找三月 论起情爱吗 你们还得问我 你何时看出我跟长衣是在演戏 如果真是眷侣 何必非要哄他上岸 你随他去东海不就行了 看来查人观色 你功力不比我差 思雨的心思我的心思 你早都看在眼里了 为何不拆穿我呢 三月需要朋友 你需要同盟 而我 则需要一个保证 保证你绝望二星和后路 全心寻找解药 带三月逃出万花谷 不再受寒霜的威胁 你就这般有把握 我会为了长衣接受你的要求 我只知一事 倘若这戏演得够逼真 那说明这西子 其实早已入戏 现在我们可以重新谈交易了吗 如果你愿意 今日之时 三月不需要知道 该知道的 我都听见了 三月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本想回来问问你 吃什么样的果子 没想到 倒是听到不少令人意外的话呀 你要干嘛 三月 冷静啊 有事好商量 金云河 你与长衣之间 只是作戏 只怕是真心而不自知 但用完擎人剑以后 应该已经明了 擎人剑已经被思雨打成岁末了 所以我对长衣的心意如何 我现在也不知道 正如我们偷到解药之后 我们的命运如何 我心也没底 本来与你结盟只是缓兵之计 好等长衣断尾之后 将她献给林苍蓝 那现在呢 现在 我只想给林苍蓝添一点麻烦 把长衣送回家 然后按照我自己的心意 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我只想给林苍蓝 学三月 我金云河一直都是说三分藏七分 但如今 我毫无保留 我们原本的结盟 如今还算数吗 我许三月生平最恨被人背叛 我许三月生平最恨被人背叛 此为谨鉴 若有下次 绝不轻饶 绝不轻饶 哎 俊云河 我听闻仙家结盟 是要送礼以示诚意的啊 我没零食了 三月刚刚饶了你主子的命 还不够吗 云河 有什么压箱底的东西 就都拿出来吧 万花谷地势险要四方不满尽致 平日得有谷主的许可 才可出万花谷御灵 若想要逃出去 就必须了解万花谷的地势 以及布方习惯 这是我根据这些年的观察 绘制出来的一张图 看来你早就有所准备 虽然万花谷不在天宫上界 但亦是仙家所居之地 为何守备如此严密啊 为何守备如此严密啊 因为镇压青羽蓝鸟的石方阵 因为镇压青羽蓝鸟的石方阵 就在万花谷之中 石方阵 这是个老故事了 类同四命新军掌命盘 制造先军膳食色 风施雨伯不控云雨 身为帝君后裔的御灵师 也有自己专门的职责 当年朱雁之乱后 御灵师便被指派训裕 下界所有范世之徒 原本一切尚算有序 但是就在千年之前 突生了青羽之乱 青羽蓝鸟 本是上古神秘 一代凤鸟 可偏偏生信张扬魂 据说他每次出生 便很久两世前 搅得四海八荒不得安守 当时万花谷御灵师之手 无偿胜者命若出 联合九宁修为高深的御灵师 一起将这轻易圆满 诱入到万花谷之中相互石 终以石人之力 铸就石方阵王 最后宁师祖不惜以自己的信念 封印住的青羽蓝鸟 万花谷由于镇压着青羽蓝鸟 所以守备重重 关键的石眉镇眼皆被隐藏 就是为了防止青羽蓝鸟出堂或被营救 说起来还真是可惜可谈 那是先帝和四方神军 为镇压住院乱军已殒灭 而天君的元神 还被瘟养在菩提树内上为出世 否则 也不至于要宁师祖以性命 去封印这个青羽蓝鸟 不过青羽蓝鸟不是一代凤凰吗 怎么一直都没有他的同伴来救他 你是不是傻呀 青羽蓝鸟之辈 早就被玉灵师捉拿驯化了 哪还有人来救 说是一代凤凰灵力之高 可听起来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 十方镇这么明显的陷阱 他都往里跳 谁知道呢 说不定当时玉灵师里 也有善于玉心之辈吧 引得这青羽蓝鸟 明明知道 还有自欺欺人的孤身附阵 那其他的九名玉灵师呢 其他的玉灵师来自四海 事成之后自然也三归四方了 而且时间一久也都断了联系 可是他们一走 那十眉正眼的所在之处 岂非无人知道了 这等机密 万花谷谷主历代相传 只有林苍蓝知晓 最多也就加一个林浩清 不过这千年旧事与我们又没什么干系 我们只要找到防守薄弱的地方 带着长衣离开便是 那解药呢 林苍蓝的腿脚不好 解药一定在他内殿 先偷药再出头 可林苍蓝眼下正在闭关 药小入内殿偷药 岂非自偷罗网 所以我们要出一些乱子 引开林苍蓝还有那些守卫 但是要惊动林苍蓝 可不能只是一般的混乱啊 只要你和三月当日能道德解药 这场混乱我来搞定 就你啊 你连思雨你都打不过呢 三月他他小看我 我信他 我信他 这场混乱 这场混乱我来搞定 就你啊 就你啊 你连思雨你都打不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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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人会关心长亿断尾之事 所以要动手 得在她出关之前 三人 就三人 到时候 我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办法 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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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该不会真的要把这么重要的任务 交给林疏吧 你是不是看他生得好看 就什么都不顾了呀 露露 你当真觉得黎叔那么简单 他除了模样 稍微好看一点之外 没有什么特别的 他脖子上那个铃铛 看起来像个鼓 应该能换很多灵石吧 怪不得你只是个馆丈的 你想想啊 那一日 黎叔被林浩清秘密关押 我派小青前去解救 小青告诉我 他一开始就跟丢了 是黎叔他自己避开了守卫 还传了消息给他 你就是因为这个 才觉得黎叔不简单呢 你仔细想想 当初是他说服雪三月 跟我们结谋 后来提醒我用情人剑 查验私语的也是他 发现我跟长衣恋情是假的 更是他 看透局势揣夺人心 临危不乱 而且还有办法让自己脱困 我觉得他身上藏着的 这些秘密比我们想象的 要多得多 这黎叔他好厉害啊 那你还敢用他 因为我赌他 赌他看雪三月的眼神 一定是真的